大家好,我叫Ronnie,高荣 我是2017年从约克大学的Glendon College MCI 也就是会议口译硕士项目毕业的 在那之前呢,我是用中文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正式教育 所以中文是我的母语 也就是我们口译员说的A语言 英文是我的B语言 现在呢,我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地区 从事口译的工作 主要服务的对象 包括一些政府部门、跨国企业、金融机构 还有高等院校 现在转眼毕业已经三年左右的时间了 那么回顾起在Glendon读书的日子呢 感觉好像还像昨天一样 可以说是历历在目 我想用两个关键字来总结一下 在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当中 我觉得Glendon这个项目最大的特色 两个字 一个是小 一个是全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的项目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说小 就是整个这个硕士班级招生的人数 总的来说是比较少的 以我所就读的那一年为例 在二年级 也就是会议口译的这个阶段呢 我们全班当时还有16位同学 全部语种加起来16位同学 具体到中文的这个语种呢 是四位同学 但是享受的老师的资源 以及这个课程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非常的配备精良 那么按照这个算法 如果要是平均到人均所享受的资源的话 我觉得这个师生的比例 可以说在Glendon的这个会议口译硕士项目当中 是相当的可观的 这一点呢 也是让我自己感觉受益无穷 那么再说第二个关键字啊 就是权 这个权呢 表现在多个方面 比如说这个课程的设置 把医疗口译 法庭口译和会议口译 都融合在了一起 这也是相当大的一个特色 纵观全世界来看 据我所知 在中文和英文 这两个语言之间进行会议口译的 或者说进行这个口译的一个硕士项目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有医疗法庭和会议 这三大支柱构成的项目 也是非常非常少的 这一点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独树一致 另一个层面的权呢 就是指它的语种涵盖的比较权 可以说这个Glendon的上课的教室 就像一个小联合国一样 这一点呢 让我自己当时觉得特别的震撼 也是受益无穷 因为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和翻译的很多话题呢 就不仅涉及到加拿大 而且会涉及到很多全球的事物 其中讲到的很多话题呢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开眼界的学习的过程 如果不是因为做口译 不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多元的环境下去学习口译的话 很多的话题和很多的知识点 可能我个人完全不会触及到 而这些话题和知识点 后来被证明呢 在我自己做会议的生涯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让我感觉非常幸运的是 在Glendon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做过大量的模拟会议 包括多余种的这种模拟 因此对于接力传译 也就是relay interpreting这种形式呢 完全是感觉得心应手的 这一些训练 包括在这个二年级的conference interpreting阶段 所参与的很多 在Glendon这个学校里面举行的口译活动 都是非常宝贵的模拟实战的机会 这些锻炼呢 也确保了我自己 在后来毕业之后 进入工作市场之后 能够快速的步入正轨 没有感觉特别陌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 从这个口译的硕士项目的课程 和实际工作市场当中的需求 之间的对接 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密 也非常的顺利 以上呢 就是我在Glendon学习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希望大家听了之后有所帮助 欢迎您报考这样的一个口译硕士项目